Start speech or 等于 fast Start speech 安波NBA篮球快讯 星期二早早 NBA常规赛迎来一场精彩好戏 灰红主场迎战勇士 届时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在缺少当家球星的情况之下 表现完全判约两队 灰红全民皆兵迎来四连胜 反观勇士近六场输足五场 这样一例 灰红这场值得支持 灰红上场面对 为免冠军攻陆的比赛旅延续强势 他们在缺少当家球星摩兰特 今场继续休战 的情况下 以127比102大胜对手25分 球队目前迎来四连胜 要知道 这个是经历过总冠军洗礼 而得到升级之后的功力 而且对手仲助勇亚敌图昆布这位巨星 但是这队灰红就打出了 初生牛独不怕苦的硬气和勇猛 他们无论是蓝板数 五十四比四十六 助攻数 三十比十九 偷波数 十比四 封左数 九比七 三分命中数 十三比七 同失误数 八比十三 都打出了给对手两眼的表现 除此之外 在摩兰特决阵的情况下 灰红还能够拿到十七胜两负的佳绩 这个模仪是体现了他们强大的团队实力 这个都是反映了全民皆兵难以防守 由上场比赛来看 正选五虎除了中锋史提芬亚当斯只得四分之外 巴尼等四名正选全部得分上商 可见一旦摆出五小阵容 这个是一套人人都可以持球进攻 投三分 抢蓝板 助攻的阵容 有点似昔日 勇士五小的感觉 几乎是防不胜防 这次面对缺少史提芬居里的勇士 灰红值得支持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基利兰添利亚恩相悠战 勇士今季在史提芬居里的率领下 他们一度打出了堪比颠峰期的表现 都令球迷看到再度问鼎总冠军的希望 但是在常规赛收官阶段 史提芬居里 金像继续休战 的意外受伤 这个都是勇士的战斗力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即使特雷蒙格连及时复出 基利汤迅都逐渐回比赛状态 但事实证明没有史提芬居里的情况下 勇士完全就是两队球队 而上场对阵无私的比赛 就是最好证明 要知道 勇士这场比赛里面被对手压制 虽然佐敦普尔 基利汤迅和安祖域坚斯的得分都达到20 但球队的进攻效率没有被对手高 投篮命中率和3分命中数都不如无私 最终勇士以115比123输球 他们近6仗输足5场的同时 目前惨遭两连败打击 球队状态令人担忧 更加不利的是 刚刚复出武内的特雷蒙格连上场比赛 更是存在感极低 他整场比赛只有7分 5个蓝板和6次助攻的个人数据 虽然勇士输了上场比赛之后 目前身处连败当中 但他们都是占据西岸第三的有利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被球员利用剩下的常规赛 稳状态和磨合技战术 而且等待史提分居里 相遇归来 就成为了球队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金像作客出战 勇士确实没有取胜本前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依古澳达那和中锋尖 视为斯文恩相悠战 in speech 想看精彩的MBA赛事 就看M直播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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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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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